这丽皮啊 这丽皮这资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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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讲道理 在 嗯 在在我们啊 在我们的这个认知里 强力不是对丽皮有害的技能之前 这只宝宝的价格 应该跟丽皮受决的价格差不多 因为这只宝宝跟打猪的差不多 资质太好了 这只丽皮太怕暴力 不过现在强力是真的不太好用 这只丽皮怎么给算钱啊 啊 我觉得九技能的话 这只宝宝这种资质的话 九技能的话起码八万 十技能的话起码十六万 嗯 这只宝宝我觉得十六万啊 十六万一定要给到啊 啊 改书是不能改的 改书是不能改的 他说强力的利皮还可以可以可以 批虚迷 批凤凰 批牛 对不对 批没有高房的所有单位都能批 还能批人呢啊 十六万以上啊 十六万以上 不过我觉得可能啊 价格可能会比我过的还要高 没准哪个版本强力就回来了 这只丽皮 这只丽皮最尴尬 这只丽皮要不是因为强力的问题 还是一个小二十万的东西啊 啊 这只宝宝装备是九十的啊 户外卫九十的话是一定突破两万了啊 户外卫呃过九十一定突破两万 其他衣服和项圈卫不一定啊 两万一定有了 这只是八十七啊 八十七是吧 八十七啊 这是一个八十六啊 八十七加八十六 这个属性都比较高啊 这个八十六这个差不多能卖成个八千啊 八千的话这个差不多也能卖八千 一万六稳再加两万啊 三万六 三万六